本週旅訊關鍵詞 放寬入境要求 加拿大從4月25日起進一步放寬入境防疫要求 所有已經完成疫苗接種的旅客 不再需要在入境時提交隔離計劃 有已經完成疫苗接種的父母或者監護人 陪同的5到11歲兒童 以及對疫苗有醫療禁忌的旅客 也不用再提交隔離計劃 此外 已經完成疫苗接種的旅客 在入境後14天內 不再被強制要求在公共場所佩戴口罩 即使出現症狀 也無需再報告 如果有同型旅客確診感染 也不用進行隔離 泰國4月22日宣布將大幅放鬆國內防疫措施 並進一步放寬國際旅客的入境條件 5月1日起 已經完成疫苗接種的國際旅客 在入境泰國後 無需進行核酸檢測 該消息公布當天 海外用戶對泰國當地酒店的瀏覽量 較上週同比增長29% 泰國境內航班預定量提升近20% 新加坡將繼續放寬入境要求 計劃在數週內向已經完成疫苗接種的入境旅客 取消所有新冠檢測 新加坡目前已經取消了對已經接種疫苗的 入境旅客大部分的限制措施 旅客抵達後 無需接受隔離和任何相關檢測 只需要在入境前進行檢測 另外 新加坡章一機場在2022年3月 總旅客運輸量達到了114萬人次 這是近兩年來首次突破100萬大關 章一機場旅客流量正在持續復速